北哲大包小包行李在泰国警方护送下平安登机 目的地是家乡台湾 驻台代表处公布最新影像 九名赴柬埔寨打工受骗的台湾人 在台泰警方移民属害外交单位协助下 脱离人蛇集团控制 九名被害人14号晚间抵达桃园机场 回家的这一刻终于送一口气 出去外面打工那个上班 一个月可以零 差不多五六万 像是在沟广告一样 原来是开心吗还是怎么样 开心 有人介绍去工作边缓 没有实际上累到 进去两三个礼拜才知道 驻台代表处14号接获泰国政府通报 12名台湾人从柬埔寨入境曼谷苏旺纳普机场 发现其中三人是台湾列馆通报的人口返运失踪被害人 包括一对屏东的原住民情侣党 还有一名来自台南的男性 他们都是在网路上看到高薪出国打工广告 调进诈骗集团宣号 原本一群人要被送往缅甸凶恶的KK园区 及时被泰国警方拦下 其中九人愿意回台 但另外三人拒绝还说想回柬埔寨 疑似是人蛇集团共犯 国人赴柬埔寨打工受骗的案例频传 过去成功逃出虎口的被害人 多半是靠国际救援组织 或者是当地台商的协助 而这回台湾和泰国警方合作 也是官方首度跨境救援的案例 九名被害人送往桃园地检署复训 警方怀疑其中一人疑似是机房干部 他们将接受人口败育行为特征判定 包括清查前科塑形 有无方派助记 以基附结果债免电的出入境记录 厘清当中有没有配方涉案 就怕人蛇集团共犯伪装成被害人返台 继续在网路上刊登高薪广告 寻找下一批脸物 清清松松可以凭空拿出光碟片 但是下一秒又可以让他迅速消失 又或是像这样 用气球折出各种可爱的玩偶 他是魔术师李丹 他出面指控魔术圈 也差点有人被骗到柬埔寨 就是一开始他会询问 就是一般的报价 就是说可能我现在有活动 然后我需要魔术师 然后也会献给你他的名片 太子地产集团的 当初许多魔术师都收到类似的讯息 对方思绪说要找表演人员出国 看起来相当正常 地点还选在柬埔寨西港的 五星级太子大酒店 想要让人卸下新房 结果有人实际求证 发现酒店的名片是假的 饭店也跳出来喊话千万别上当 但现在诈骗集团 不只会把人骗到柬埔寨 东南亚似乎都成为目标 新门市一对情侣则是被骗去缅甸 遭到囚禁 直到付完赎金才能回到台湾 然后说什么 越路 最后都五六万到六万 如果自己靠越来的话 最后都赚一两百万 台湾人想到海外工作不习搭飞机到东南亚等地 却遇上诈骗 而这些诈骗集团都会用高薪工作当作诱因 比如说像是他月收十万或是日薪五千块起跳 例如工作像是客服又或是到海外帮忙代购 而近期更是有招募临时工的群组成真铁工水泥工等等 除了心水诱人之外 他们甚至还会开出包吃包住等条件吸引被害人上当 一旦落入圈套 他们也会要求组成亲友团 要被害人一一打给亲友 说找十人就能回国或是换轻松工作 只是想赚钱有很多方法 但重要的是要交踏实地 别让自己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 天边新闻中文报导 警政署长黄明昭一大清早就来到桃园机场 最近传出不少人落入求职诈骗陷阱 被诱拐到柬埔寨 这一回连署长都亲自出马 原警在机场巡查就找到了潜在被害人 立刻上前关心 但大家都说真的是要去工作不是被诈骗 只是看在很多常年在当地的民众眼中 其实很多争彩广告根本一看就有鬼 真的有那么好赚吗 除了常听到的金边 距离金边车程五小时的西港 也有不少台人前往工作 实际询问到在西港的Nikki 就算做的已经是薪水相对较高的非传统产业 想要海捞一笔似乎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以Nikki从事的网络行销来说 台湾人月薪2000美元 只合台币大概是6万元 如果做传产劳力工作薪水就可能更少 拿出柬埔寨的基本工资一笔对更明显了 工人每月最低赚194美元 跟谣传的台币30万差很大 Nikki就说有些人到了之后发现 跟想象中天差地别 或是早就知道做的不是一般正当工作 还是来了 遭遇不好的对待 这时候才想要反悔 真的来不及 老话一句三思而后行 千万不要三言两语 因为对方给的高薪诱过 直冲一国他乡 结果深陷危机之中 TVS新闻 林志伟黄凯敬桃源采访报道 满步血迹的乡行车 停在柬埔寨西港的路边 车内有四名大陆人惨死 一名重伤 事发在赌场 类似的仇杀层出不穷 而且不乏是在柬埔寨的大陆人杀大陆人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 在发布领事提醒表示 希望再见中国公民洁身字号远离赌博 柬埔寨的西港 曾经希望成为小赌城 这里是柬埔寨最大的海港 最早是旅游胜地 2008年设立经济特区 2016年成为北京政府 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 大量的入资涌进 我哥哥上班 他一个月是220美金 我上班一个月400美金 只帮我家里盖房 盖房好了 我们就买马化车 当时中国的官媒大力宣传 柬埔寨西港 从荒芜之地变成厂房林立的中简合作之城 但投资力道不足 后来西港变成博彩中心 2019年当地下达禁毒令之后 经济更萧条 变成洗钱人口贩卖与电信诈骗大本 8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带回国内 其中42名大陆籍嫌疑人被押解至天津 其余嫌疑人被押解到浙江 北京当局从2018年开始 加强查气跨国电信诈骗 很多机房转移到东南亚 再来壮大夫称 被骗去兼不债工作的是卖猪仔 源自广东方言 被诱拐到外国做苦工 TV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